丑以寅刚刚在立法院里头又再度的表示说 包括了国民党 包括了媒体 现在都在抹黑她 抹黑她是黑道女王蜂 就是说国民党的委员 看起来现在是请全党之力 结合统派媒体 想要把我抹黑成黑道女王蜂 我真的不是这样的人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所以我想大家还是应该去想想 李庆华先生他讲的那些话 泼妇是很难听的话 翻成台语更难听 李先生你总共骂了我11次的泼妇 骂了我两次的没家教 不知道谁才是真的没家教 邱颖说现在国民党是请全党之力 在抹黑她 不过昨天这个事情一直到现在 国民党中央好像还没有发表 除了一个声明 希望立法院里头 不要再继续有这种肢体的冲突之外 也提醒民进党的女性立委 最近好像出现在媒体上面 有一些肢体动作的比例 稍微高了一点 看起来民进党的部分 倒是声援邱颖颖说邱颖颖是对的 那这个国民党的语言暴力 才是造成事情的原因 胡大哥 我想邱颖既不是黑道 也不是女王 也不是风 不值得评论 但我要谈理念 我不卷入他们的问题 美国国会很少打架 早期有打架 后来没人敢打架 因为美国一个非常强有力的 公民机制叫做 国会观察基金 类似这种的 他强力监督了 做评比 没人敢给他笑 问题是我们的国会观察基金 台湾的 公正性都有问题 然后还怕人家告 所以说自己做因为他的正当性没有好 所以评鉴不了 政党介入 第二点是美国人民 他有一个非常草根性的组织 叫做 就叫做政治行动委员会 公民同盟很多 很多元化 他本身制约自己的议员 你议员我选你 我要制约你 监督你 监督自己议员 这种类似说 英文叫做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很普遍 叫做草根组织 这点他很健全 所以议员都不敢给他笑 因为自己的选民都在评比他 根本不用说一些国民团体 所以因为这样制约 议员在讨论事情的时候 一定就事认识 他会针对议题理性讨论 不敢给他笑 第三段是媒体 媒体这一块我们要深深反省 就是 其实这种新闻要 从昨天早上9点开始 播到半夜 3 4点还在播 到今天还在播嘛 有必要这样 我觉得媒体的主管 秀宁也是媒体主管 是不是适度的制约 说要这样 24点都在播 包括评论 我们都在做评论 我们是不是要自我约束说 公允不要介入党政 评论都要小心 其实我在讲美国的电视 日本也有 他可能会突然 每天就一分钟到两分钟 想针对这个 有一个类似首席评论员 他就一两分钟评论 简单明了 代表我的社论 就是一个评论员的立场 我觉得这是很公正 这可以介绍 我觉得这个制度我们可以建立 当然有没有这种评论员 我们大家再来找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国会文化 如果不回归理性就事论事 这个政治文化 这整个社会 这教养 其实这个今天 他们两个真的是教养问题 一种人文食养问题 如果没有这种认知的话 那么对我们社会 其实罗无助说它是典范 这个典范是负面 我说他们今天这两位 是典范负面 其实非常非常不好 我觉得他们两位 请你们两位委员 平心静气 不要不要再上镜头了 你们讲话 每句话都在做破坏性的 不是破坏别人 是破坏自己形象嘛 每句话都一样 你们两个短期内 暂时不要出现 党团也约束 中央党部也不要介入 这时候民进党中央党部介入 如果国民党也愚蠢介入的话 都是非常愚不可及的 让事情慢慢平息 自己约束自己人 先做起做给我们看看 我们先进广告